字幕提供 大家好 我們是愛秩序灣觀納小學的社工 我是黃姑娘 我是陳Sir 而我旁邊的就是葉姑娘 今天我們有個繪本故事想跟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細心欣賞 今天要分享的繪本故事叫做 我是湯匙 甚麼是湯匙呀? 即是我們平時用的匙巾呀 這個看上去小小粒 灰灰的就是湯匙啦 大家好呀 我是湯匙呀 這個就是湯匙的家人呀 你們找不找到我在哪呀? 原來就算是湯匙 他們的樣子都是不同的 每逢星期日 湯匙呢都會去拜訪銀器依依 她在依依家呢 必須表現出最完美的規矩 因為呢 依依她時無又得體呀 拜拜啦 湯匙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啦 拜拜啦 銀器依依 我們下星期再見啦 每天睡覺之前 每天睡覺之前 湯匙呢都好喜歡聽媽媽 分享真祖母的故事呀 不過今天的湯匙 看上去好不開心呀 發生甚麼事呀湯匙仔 你看上去好沒有精神呀 沒事呀 只是 我不知道呀 我覺得呢 我所有的朋友都覺得比我好呀 好像刀仔那樣呀 刀仔好幸運呀 他可以切東西 可以塗果醬 我都不可以切東西呀 亦都沒辦法塗果醬呀 嗯 就這樣聽 刀仔好像真的很厲害呀 還有叉啊 叉呢 好幸運呀 他呢 好像哪裏都可以去的 我覺得呢 他才不會像我那樣呢 那麼悶呀 嗯 叉仔呢 有的而且確呢 是見多色光 幫了好多忙 你看下叉啦 叉呢 可以燒烤的時候 切牛扒 又可以切沙律 連意粉呀 蛋糕呀 吃東西都會用叉的 還有筷子呀 他們好幸運呀 每個人呢 都覺得呢 他們好酷 又有二個風情 從來呢 都沒有人覺得我好酷 又有二個風情的 嗯 筷子呢 的而且確 是好語重不同呀 如果這個時候 湯匙 聽到他朋友仔 說的話 那就好了 我們一齊聽下 刀仔說些什麼 湯匙好幸運呀 他呢 好有趣又好隨和呀 每個人呢 見到我都是這麼正經 從來呢 都沒有人 好像湯匙 那麼搞笑 這樣會跟我玩的 這個時候 叉仔呢 都跟他的同伴呢 用好羨慕的語氣講 湯匙好幸運呀 他可以呢 幫手量度 沒有人呢 可以拿我呢 來量度東西的 筷子又說啦 湯匙好幸運呀 他可以自由活動呀 我們無論時候呢 都要黏在一起呀 有一晚 睡覺之前 媽媽呢 就跟湯匙說 湯匙仔 其實你知不知道 你是好幸運呀 你的朋友仔 永遠不會知道 在雪糕上面 跳下跳下 是有幾開心 他們更加不知道 在裝滿物片的碗 裡面敲擊 是什麼的感覺 他們呢 也都沒有辦法 坐在杯裡面 轉來轉去 放鬆休息 是啊 這些東西呢 湯匙從來都沒有想過 湯匙呢 在床上面 想了很久呀 突然 他覺得自己 充滿活力呀 只不過 他睡不著啊 湯匙呢 對著爸爸媽媽說 我睡不著呀 過來啦 我的小寶貝 相信湯匙仔今晚一定睡得好好的 晚安呀 祝你好夢呀 湯匙仔 各位小朋友 聽完這個故事之後 你有什麼感受呀 不知你有沒有試過 好像湯匙仔那樣 常常覺得其他人比自己好呢 其實呢 我們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 我們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歌聲 不同的長處 和優點 有些時候 可能你呢 都曾經 將自己 和朋友啦 兄弟姊妹 比較 覺得呢 人家比你聰明 什麼都比你好 但當你這樣想的時候 其實人家都可能 同樣羨慕你 的 我們呢 不需要 試試和別人比較 最重要呢 學會 欣賞自己啦 這樣呢 你和其他人相處 都會開心一點的 由今天開始 讓我們一起嘗試 發掘一下自己的優點 學習欣賞自己啦 今天的故事分享來到這裡啦 拜拜